大家好,我是Terence 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歡吃乳酪呢? 其實我自己也喜歡吃的 乳酪其實裡面有很多營養 裡面有益生菌,有益腸道健康 又有鈣質,因為是無奶乳製品 又有很豐富的維他命、大物質 相當之好的食物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去到種乳酪 其實大家沒有聽錯,我也沒有說錯 我們接下來真的開始去到種乳酪 乳酪其實是一些益生菌 我們只要透過發酵的過程 就可以令到益生菌越來越多 牛奶就會變成乳酪 有什麼材料呢? 其實在這裡,我們需要的就是乳酪 這杯乳酪是在街上買回來的 已經是現成吃的乳酪 還有一個是全脂牛奶 還有一部是做乳酪的機 其實這部機沒什麼特別 只不過是一部保溫的機 它是保持在一定的溫度裡面 然後我們要大約保持10個小時 即是乳酪放在裡面10個小時 它就會自己種出來 不過這個大家都要記一記住 其實10個小時只不過是一個 我自己平常常用的時間 因為如果時間短一點 其實做出來的乳酪是沒有那麼酸的 如果你說超過10個小時 11、12個小時、13個小時的話 會怎樣呢? 其實是會比較酸的 要視乎你自己喜不喜歡的 我們開始製作乳酪了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將我們這部乳酪機 裡面有個內膽 這個內膽我們會拿去消毒 內膽消毒之後 旁邊有個預先消毒的盒子 我們就放進去 但是這個器皿 所以你就不要去拿毛巾去擦乾淨 因為是怕毛巾上都有細菌 我們只要去擦乾它就可以了 剛才消毒了的內膽 我們就先放進去 接著就是煮奶了 我這個爐子會先調成1000貨 全部倒進去 然後就煮滾奶 這裡是1公升的奶 我全部倒進去 現在讓奶煮滾 煮滾了之後 我們會調成800度 大約煮了兩分半鐘 現在開始見到出煙 出煙的時候 我們就調成800度火 然後一邊攪拌它 因為怕黏底 我們現在一邊攪拌 大約8至10分鐘時間 如果你家裡不是用電磁爐 而是明火的話 其實最重要就是你煮到它 剛剛好有煙的時候 你就已經可以開始攪拌 而一邊攪拌的時候 你就可以收回小小小的火 火力 希望在8至10分鐘裡煮 都不會令到它大滾 只是有少許泡起 其實已經可以了 好 現在已經煮好了 我們可以去關火 接著我們就要先放涼了 你自己摸下去 因為還覺得有少許微微暖 就可以了 奶已經攪拌涼了 現在摸下去是少許暖的 攪拌了之後 其實奶上面 會有機會會有股皮 那股皮 如果你不攪拌出來的話 其實就這樣倒入雨落裡 即是一會兒 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會變成做出一會兒 沒有那麼滑 視乎你自己而定 接著我們先倒少許奶 進去這部機 然後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打開種子 這個就是我們買回來的種子 其實不用太多 你大約 即是這一匙 一匙滿左右就可以了 倒下去 然後就要慢慢攪拌完它 攪拌完之後 就可以倒入奶 攪拌完 蓋上蓋子 接著開機 過十個小時就有得吃了 十個小時就過去了 今早做雨落 現在晚上 十個小時之後 我們現在就有收成了 我們現在看看它變成什麼樣子 先打開它 嘩 就這樣看上去 像不像 豆腐花那樣 像不像 真是凝結了 已經 現在聞上去 都已經是有些 乳落味 喂 成功了 真是成舊乳落 那樣 我先塗在碗裡 現在其實已經 明顯是很漂亮 已經凝結了 整碗就是這樣 現在 我現在馬上 嘗嘗吃 看看是否真的 酸味適合我 即是十個小時 又是那種 乳落的酸味 其實有些人 未必喜歡這個酸味 我都可以 這樣當然是 甜一點點 好吃 其實 我是準備了一些啤梨 如果你覺得 這樣吃的話 太酸 在上面加水果就好 即是你喜歡 士多啤梨好 橙好 香蕉好 我現在家裡 剛剛有啤梨 所以就加了一些啤梨 我試試這樣吃 是不是真的會 好吃些 我相信肯定是 因為有些 水果 有些水果 馬上甜不完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 不停地用 做完出來的乳落 你做完出來的 你其實可以 將它 再做種 我們在這裡 拿一匙 我們大約 一湯匙左右 做種就可以了 大約 一湯匙 這個就是種 這個種 你可以放在冰格上 然後雪硬 你可以留很久 都可以 還有記住 這個就是 我們做完一次出來 做完一次出來 拿出來的第一個種 基本上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你做得 可能四、五次之後 這個是一個種 再用它 來做下一次 就叫做第二次了 四、五次之後 通常都會 再做出來的 會開始淡味一點點 已經是沒有那麼酸 那時候 可能你就需要 再去買個 新的乳落回來 然後再繼續去做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 和分享這段影片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下次再看 再做些什麼 健康食品 好嗎?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